男人假扮成鬼子来到麻将馆 想要查经地下党牺牲的原因 但没想到鬼子却非常谨慎 你到底是哪个部分呢 金哥听闻并没有回答 而是将一张八万束在桌子上 疑惑的鬼子凑上前查看 但却根本不明白其中的意思 可还不等他反应过来 金哥就缓缓来到了他的面前 听到枪声的鬼子立刻 和子弹却静止打在了同伴身上 趁着鬼子换子弹的间隙 金哥也顺势朝尸体连开三枪 里面的鬼子虽然被成功解决 但枪声也引起了屋外鬼子的注意 好在金哥反应及时 将近来的鬼子一枪击毙 可面对第二头鬼子时 金哥却当场秀琴操作 虽然金哥单挑没有对手 但面对鬼子的机枪手却毫无办法 金哥看着眼前的窗户 当即就想到了一个绝佳办法 只见他将鬼子的尸体静止丢出窗外 随后机枪手的注意力瞬间被吸引 而金哥在走出房间的同时 还不忘朝他们丢出一颗手 动作不够大了 而金哥之所以搞出这么大的动作 就是为了提醒地下党不要擅自行 如果十分钟之内城里没动静 咱们的目击就达到了 可金哥怎么都不会想到 带头的大队长不仅投靠了我 并且还解释称刚才的爆炸 其实是小分队在打烊弓 随后在大队长的一声令下 数十颗手榴弹纷纷甩向了鬼子的寺院 没一会的时间 毫无准备的鬼子就被炸了七零八路 而地下党也从院墙一跃而下 可就当他们上前检查现场时 却发现穿着和服的人居然不是鬼 日本人下午穿着我们的衣服都走了 地下党听闻意识到了不对劲 直到发现大队长没有进来 他们这才发现是中了鬼子的圈套 于是所有人都一股脑的往外冲去 可不料刚走出大门 就被刺眼的强光照得睁不开眼睛 还不等他们反应过来 鬼子的机枪手就开始无差别射击 没一会的时间 所有地下党纷纷倒在了枪林弹雨中 但这还只是归井计划的第一步 因为他的目的是消灭城外蛇伏的八路 于是到了次日清晨 鬼子就下令将地下党的尸首 整整齐齐的摆放在寺院门口 想以此为诱饵引出八路 而这一幕也被金哥和戴金花看在眼里 他们明明听到了我们的抱歉声 可为什么还要往里冲呢 都是被那个假大队长遇到 为了给这些牺牲同志一个交代 金哥决定查出那个带头的大队长 随后二人便置办一身土匪的行动 打算去汉奸常去的望江楼探探情况 可没想到却遭到店老板的驱赶 金哥见状便直接甩了几句日语 随后表示大队长的钱包落在这里 自己是奉命过来搜查了 你啊 领我们俩到大队长吃饭那地再看看 回去好交个差吧 店老板为了不惹活上身 便只能领着他们去二楼喝茶 而金哥也顺势询问起大队长的有关情况 你们那严大队长里酒量 真量不得 店老板为了攀上大队长的关系 于是便准备去拿出店里的好酒 但却被嗅到机会的金哥当场教主 你怎么知道我们大队长姓严呢 店老板解释称这是黄军对他的称 只要是为他们卖命的汉奸 都会统一在姓氏后面加一个丧子 随后店老板还说出 大队长白天一般都在客房休息 只有到了晚上才会出来喝酒 在得到这些关键情报后 金哥很快就想到了应对之策 随后 二人便假扮成商人的身份来到宾屋 为了确定大队长所在的客房位置 金哥便用超能力贿赂前台小哥 303 紧接着 二人便来到了303房间的外面 为了不打草惊蛇 金哥很快就想到了一个绝佳的办法